现在我是在我的小岛上给大家做视频 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学学语言的经验 主要是把这个西欧的南欧的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跟葡萄牙 这四个语言来加以比较一下 今天早上我发现我那个麦克风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声音了 所以我现在是利用着手机的本身的麦克 所以我隔得近一点的声音尽量的说大一点 让大家听得清楚一点 很多朋友问我 九哥你懂那么多语言 就讲从中文开始 中文你又讲长沙话 你也会普通话 你还会讲沙凯话 你还听得懂广东话 你又讲这个英文 又讲挪威人 又讲这个瑞典语 还能够对付一下 然后你还能够讲这个日语 还讲得那么溜 就是你怎么学的这些语言 今天我主要是不谈这个学习语言的经验 而是谈我最近这个几年来 我学习这四种语言的一些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开始学法语呢 其实很早了 但2012年应该就自己开始自学法语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哎呀这个日语学的差不多了嘛 因为我的人生中就最最喜欢的两个语言 一个就是法语 一个就是这个日语 觉得特别好听 所以法语要学 但是学到后年呢 2015年我到了这个西班牙语后啊 2015年到了西班牙语后 这个发现这个西班牙语其实更重要啊 这四个语言呢 非常非常像 非常接近 有点像方言一样 但是呢 西班牙语是用的最广的 全世界 呃 我们都说中文是用的最广的啊 那是从人数来说 但是从地域来说呢 西班牙语是用的最广的 基本上整个南美啊 都是在讲西班牙语 除了这个 巴西 在讲这个 葡萄牙语以外啊 还有这个 澳门讲葡萄牙语 其他的都是讲这个西班牙语 所以西班牙语学的其实是最有用 所以我后来就 从法语就变成了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个 由于去年呢 去了法国 碰到这个三个法国小朋友嘛 这些法语终于是 呃 逮着机会 找到一个借口 要学法语了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就一直是在学法语 就等于把西班牙语 又 拖回到法语啊 来学 那么前一阵阵呢 这个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我在法国就没有待下去啊 就是 就离开法国了 离开法国以后呢 我现在考虑的是想去意大利啊 去意大利的理由呢 就是整个意大利的南部啊 都都都都不行了 经济根本不行 很多村庄 一个村庄就是在山里面 靠海的都还行 有海景嘛 对吧 靠海都还行 离开海 稍微远一点点的 靠山里面的 一个是它地震频发 一个是由于这个大量的年轻人呢 都走掉了 南边的都往北边跑 所以啊 它这个变化是不可以逆转的 就是只会是 越来越多的村庄 没有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村庄死去 再过五年十年 很多村庄就没有人了 所以那里房地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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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我就想去 自己一辈子嘛 对不对 我就想到意大利去 真的自己弄一个 弄一个自己的城堡啊 有一个 有一个外国人 真的是在这个 意大利买了一个城堡 那他一个人买了一个城堡 然后他一辈子的这个 理想就是要把这个城堡修好 因为这是几千年的历史啊 从这个罗马帝国开始啊 这个那个城堡是没人管了 就是没人要了 那很便宜把它买下来 然后他用毕生的精力 当然我没有那种奉献精神啊 但是我可以买到以前的 过去的土豪的大豪宅 里面还有存留着 过去的那些家具啊 什么东西啊 我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准备到这个意大利南部 去捡肉质啊 我也不想是再去什么太多的发展啊 什么的也没有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晚年动好就可以了 气候很好 但是这种海的气候 物价很便宜 人很少啊 如果我找那个村子 这个人不多的话 慢慢把我的一些 中国的也好 全世界的好朋友啊 弄来弄一些vacation home 就是这个假日房啊 因为很便宜嘛 大概几万块钱可以买个房子嘛 那样的话 那个村子也会活起来啊 这是我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 九个帝国的一个想法 所以从今年开始 我又开始逼着自己学习 学这个意大利语啊 来说西里话 意大利语是我学的最不情愿的 尽管我过去学音乐 音乐中间的所有的数女 所有的语言 都是用意大利语 poco, poco, crescendo 什么东西我们都很熟悉啊 这些全是意大利语 但是我自己呢 就是主动的学法语 是理性的学西班牙语 但是呢 这个意大利语呢 我实在是有点 刚刚这个法语 有点感觉了 这个人学语言啊 它其实有一个飞跃 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突然就像小朋友一样 有些小朋友可能是一个字一个字学 喜欢讲的 跟妈妈反反复恋 但有些小朋友不同 有些小朋友是一直不肯讲话 我的一个朋友 一个小孩到两岁都不讲话 以为他是哑巴 两岁判的时候突然 他就是一句一句一句 全部句子都讲出来了 为什么 他积累了 他是在积累 其实我正好法语也是在积累的过程 刚刚积累到 基本上对法语这个发音啊 对法语这个语感啊 这个语性啊 有感觉 就快到了那个突破那个点 自己可以开始讲的时候 就离开法国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法语到那个程度呢 就是最近 我看了一个用法语学意大利语的这样的视频 那法语对我的时候呢 还是熟悉很多 那我就是等于是两个语言都学了 那法语一天我都懂 天懂法语呢 再去学这个意大利语啊 那么这三个语言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我是中文没有学过啊 但是我去年到了葡萄牙 去了两个星期吧 两个星期啊 当年呢 也是拼命去学一学啊 就是他那个语言呢 其实跟西方语非常非常接近啊 比如说 Buenes dears Buenes dears 这是西方语说早上好啊 但是用这个葡萄牙语 就是说 Buen dia Buen dia就可以了啊 Buen dia Gracias 这是这个西班牙语 都是谢谢 但是到了葡萄牙语 Abrigado Abrigado 就变成这样子了啊 但是呢 意大利语也不同 意大利语说 Gr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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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一千个谢谢你啊 但是到了华语 就是不同了 Messi buku 所以在学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就感觉到 就是说 其实意大利语是最绝时刻 我们中国人学 为什么 意大利语真的是 它那个原因啊 就是一个音节 一个音节的发 发得清清楚楚 啊 比如说这个 我们挪威语啊 这样 耶 耶 啊 这个 说我了 I 他是耶 啊 法语叫 G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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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这个 西班牙语一般都不是我的 他很少说啊 Giu 他很少说啊 但是呢 意大利语叫 Io 他有两个音节 我记得是 Io Solo Io Solo Daniel Io Solo Chinese 啊 就是我是中国人啊 我叫Daniel Io Io 他是一个音节音节 他很像我们汉语中间的 蹦蹦蹦蹦蹦 而不是像那个法语中间的 Apleta Messi buku Lunju 他不像那个东西 不像那个拐来拐去 不像那个英语中间的很多原因要脱长 这是我们中国人学不好的 尤其英语啊 我们中国人讲成这样子的 这个英语其实是wave 他说 比如说江泽民 江泽民到了这个 跟那个克林顿太太啊 克林顿那个西拉里 他标英文 他说啊 What peace What peace 他说 World peace 他一定要脱长啊 World peace 这个名字没听懂 什么叫what peace What peace Oh world peace 所以这个英文中间 他故意很多 那个原因啊 他是把它拖长的 I have is a Sunday 他故意把它拖得很长 就是他有那个雨 的那个 那个长短 但是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是 World peace World peace World peace Water Water 我们讲成Water 这是我们中国人啊 学外语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是我们中国的语言是 棒棒棒棒 而西班牙语 讲错了 意大利语刚好是 棒棒棒棒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 我才学了20天的这个意大利语啊 我觉得其实意大利语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最最适合 最最容易学的一个语言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讲这个特点啊 如果说是西班牙语 是说话的话 是语言交流的话 那么意大利语就是歌唱 就是他在唱歌 而法语呢 是在吟诗 他就是那个诗意很那个什么 这个一个比一个长啊 比如说是早上好啊 我刚才举个例啊 这个法语叫 Bonjour Bonjour 意大利语叫Bonjourni 啊 它是Bonjourni 就是日子啊 Bonjourni 当然这个西班牙语就是 Buenes Dias 啊 它就更长了 Buenes Dias 所以西班牙语其实是最平的 它就是想象 它没有太多的这个 这个情感 但是意大利语呢 它真的是像唱歌一样啊 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啊 这个比如说西班牙语说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见面啊 说是在很短的距离啊 比如说我去拿个什么东西 等一下见啊 Astapr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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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个 意大利语呢 就是 Abristo Abristo 啊 那个法语就是 Abrita Abrita OK 所以它各个语言都有它的特点啊 我觉得呢就是说 对中国人说 我觉得意大利语是最最最最平的啊 所以从整个这个国际局势来说啊 其实你只要这几个语言 就是四种语言 你把一种真正学好了 那么其他几种都都没有问题 其实你去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你把西班牙语真正学好了 学到家了 比如说我在西班牙的一个朋友啊 叫马德里的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 他说即使我到意大利去 我到这个葡萄牙去 也没什么太多问题啊 也能 也能讲得通啊 打到手笔啊 我讲西班牙语 他们讲对方 我们也都听得懂啊 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但是你一种 要把它学好了 不像我这样的情况 三种都是一点点 现在就是一国粥 OK 我不知道自己在讲的是 西班牙语还是法语 还是这个意大利语 这就比较糟糕了 这个情况就是啊 另外一个信息呢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的 就是说 确确实实 如果说大家要导入到欧洲来的话 将来的话 这个意大利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其实最近我都在找 在找这个法国有没有便宜房子 其实法国也有 法国很多的乡下农村呢 像意大利一样也是 也是慢慢欢愧起来 一个是法国整体的生活费 还是比较高 这是第一啊 再一个呢 就是说法国的这个天气 它毕竟是在 在在这个这个这个 中欧西欧 在这一带 对不对 它不像这个 意大利是在南欧 它的纬度啊 低很多 是吧 所以咯 从气候上来说 我是要选择 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的话 真的 它那个地中海的气候 它冬天不冷了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们家来说 夏天也不是很热 我看很多地方夏天 都没有超过三十度的 都是三十一度啊什么的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那种样子 所以天气很好 对我们老的家说是 非常重要 最最主要的是 你将来的话 意大利一定会想起 一个移民政策 一定想出一个 怎么样把年轻人 吸引到这个 意大利来 当然意大利是欧盟的 你一旦查入意大利 你就可以到欧洲 其他国家 就是一个跳板 所以我现在是建议 所有的年轻人啊 有理想 有报复的啊 想出国的 又没有很多钱的 这样的人呢 赶快学意大利语 赶快学意大利语 你意大利语 学到一定程度 这样的话啊 通过九个 在这个意大利南部啊 买一个什么什么 便宜房子啊 就几万美金啊 这个两万美金 三万美金 就十万美金以内嘛 你买个房子啊 然后想办法过来 过来在那先砸下根 啊 助理小生意 再慢慢往西欧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 将来这个西欧啊 不利用我们亚洲人 不利用我们中国人的话 他们真的 这个整个欧洲人 慢慢死去 OK 请相信我啊 几千年的文明死 那么罗马帝库 就会凋零 OK 那么今天用手机啊 我们不带话筒 做了这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啊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耶 拜拜 拜拜 拜拜